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们却没能再次走进熟悉的校园 因为那个盆布啊 把车子崩死了 没办法把小孩拉出来 今日说法问你播出危机四伏的校车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去年12月27号 当所有人都在积极的准备迈入2011年门槛的时候 湖南省恒南县的14名小学生却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2010年12月27日早上7点40分 在湖南省恒南县松江镇英国村的英国桥上 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 现场散落着学生的鞋子和书包 据周围的村民讲 早上他们听到了一声巨响 跑出去发现一辆农用三轮车坠入河中 当时这辆农用三轮车上共有20名小学生正准备去学校上课 桥面距离小和大约有三米 村民延长久 听到巨响后第一个赶到了现场 对学生进行了抢救 随后不少村民也赶了过来 但是由于出事的农用三轮车经过改装后 所有出口全被封闭 落水后孩子们无法逃生 就像当时主要是没有打不开那个门 因为那个盆布把车子封死了 没办法把小孩拉出来 最后我就跑到有一个医务署 把他家里拿一把菜刀 然后我跟我哥哥同事跳下水 把那个盆布用那个刀把它切开来 然后从里面把小孩往下拉 出事时 农用车上乘坐了二十名小学生 其中九名学生当场死亡 五名学生在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另外六名学生在医院进行救治 你多几年级啊 四年级 四年级啊 现在舒服点吗 身体 舒服点 肇事司机陈宁熙五十九岁 是个开了几十年车的老司机 农用三轮车被他改装成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校车 车身被棚布遮挡 车尾安装了铁门 车厢从外部被封闭 事发后他向公安部门自首 我们没能采访到他 这起酿成多名小学生伤亡的事故 一经报道 引起了全社会对孩子安全问题的关注 事发第二天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要求当地教育部门彻查事故原因 处理好善后工作 昨天我们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 所有的人呢 大家都觉得特别的痛心 教育部呢 在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 我们就要求湖南当地的教育部门 要尽全力 要全力以赴的协助当地的 政府的有关部门 做好伤员的这种救治工作 而且要全力以赴的 做好善后的处理工作 要认真的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 一定要吸取这个学的教训 据记者了解 乘坐校车上学的20个学生 全部来自离学校五公里之外的东唐村 由于当地整合教育资源 东唐村小学撤销 东唐村的孩子们 只能到几公里外上学 没有校车 无法接送 家长们只好自己联系了 肇事司机陈宁熙 每个学期每位学生家长 交200元的接送费 20个学生一共4000元钱 就这样 14个孩子 在陈宁熙改装的破旧的车里 踏上了黄泉路 家长们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这样的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比如学校给孩子们配备一辆好校车 再比如当地交警部门 对这样接送孩子的校车进行督查 家长曾经建议学校配备校车 但被否决了 学校也曾制止家长 租用改装农用三轮车 但没有成功 而就在事发的一个月前 县教育局宗志办还将家长租三轮车 接送学生等安全隐患问题 上报给了交警部门 但是隐患还未解除之前 悲剧就发生了 每次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我们在媒体报道当中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要严肃处理 对相关的责任人一查到底 但是这样的话 丝毫都无法阻拦 类似的事件 一而再 再而三的上演 难道所有这类的事情都是偶发事件吗 江苏延城 一辆接送幼儿园孩子的面包车掉入河中 十名幼儿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 有关部门检查发现 延城市一个镇就有三十多辆 接送幼儿或小学生的车辆 大都没有营运资质 这是吉林省四平市市郊的一个小学校门口 每天早上都要发生的情景 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 每个小学每天大量的学生乘坐各式各样的车辆上学 这中间小型面包车尤为普遍 排了一下 十三个 十四个 这个车应该是几座 七座 七座的小面包车 硬是塞进了十四个孩子 记者观察发现 几乎每辆运送学生的小面包车 超载人数都超过了核定人数的一倍以上 这辆小面包车更是让记者感到吃惊 十一 十二 出不来 还有几个出不来 还有大人呢 是吧 对 还有四个大人 五个大人 仔细数一数记者发现 另外一辆只有六个座的小面包车 不仅挤满了六个成年人 居然还硬塞进去了十一个孩子 而有的车上连副驾驶的座位上都挤上了四个小学生 非法运营并且超载严重的校车 威胁孩子的安全 一旦出事 可能酿成大祸 这是四川省某县交警日前现场查获的一辆满载幼儿园小朋友的面包车 这辆只能装十个人的长安面包车 竟然一下子塞进了三十多个孩子 浙江省浦江县一辆十九座学生接送车上竟然塞进了七十六名学生 超载达百分之四百 2005年11月 广东省广州市的小朋友西西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 在回来的路上从飞驰的校车上摔下 被校车后轮碾压 而那个校车就从外面过来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被小学生给开了门 他是在外门口站住 然后他那个车一拐 那个门就拉开了 就是一摔压就摔到这里了 西西头这里也要去 他鼻子这里也要去 小朋友赶紧和司机说有人掉下去了 但司机并不理会仍然往前开 孩子们说 直到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追上来拦住 司机才把车停下 把西西抱了上来 孩子们后来都下了车 但在他们的意念中 司机肯定是要送西西去医院的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这之后车就消失了 西西的家人几乎找遍了父亲的医院 都不见人 一直到出事的两个小时之后 校方才在距离事发地 很近的一个偏僻的小区里 发现了肇事车 然后一看啊 就在那个小巴里面趴着 焚身似水啊 西西是躺在那个发动机盖上面 头跟脚腾空的 在那个中间那一段是 搁着那个发动机上面的 头是养住的 司机不见了踪影 空空的车内只有西西一个人 孩子的血流了一滴 他们急忙把孩子送到医院 可是西西最终还是走了 据记者调查 当时车上只有司机和他坐在副驾驶上的女友 并没有跟车的老师 校方解释说 由于老师临时请假 就由司机的女友代替跟车的老师照顾学生 而司机女友对工作程序不熟悉 才导致了孩子从车上摔下去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 工人日报药文部主任石树斯先生 石老师这个事件之所以 引起大家那么大的关注 一方面孩子人数太多了 14个人 另外一方面出事的时间 年关 正在大家喜庆的时候 突然出了这么一个事 但是类似的事情 可出的次数太多了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一直在上演 一直在出现 我们习惯性用八个字来形容类似的事件 痛定思痛 然后汪洋不劳 但是现在我们由于这些事件不断的发生 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 因为这些孩子首先有一点 农村的学生 现在农村有一个改革 你肯定听说过 叫彻点并校 车校农校本身初衷是好的 优质基层教育资源优化 希望孩子们受到正规教育 对 使他们将来能够尽量缩短跟城市孩子受教育的质量 提升他们的水平 但产生一个问题 产生了对校车的一个强烈的需求 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 校车的应该是这么一个提供的链条 政府投资 两个部门监管 教育和公安部门监管 学校是责任主体 责任人是学校 但是我觉得整个的购买使用链条是这么构成的 并不是缺位的 但是我为什么刚才说这个背景 就牵涉到学校没钱 学校没钱怎么办 按照惯常的思维 又有强大的需求 必然通过最差的市场去解决 最差的市场化解决 社会力量来办吗 那就是说 没有执照的司机过去没准开农用车了 直接就开上校车了 然后各种报废的改装车辆就变成了校车 加上我们整个的运行的过程中缺少有效的监管 于是就为我们产生这样恶行事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温床 虽然我们每次都望洋补牢 望洋补牢你知道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吗 就是大规模的组织多部门联统 对违规校车进行清查之力行动 本身这是好事 也算我觉得短时间的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 对 两个后果 运动过去 这些需求在 我们好多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这些违规车辆是不是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第二个 短时间的巨大的阵痛谁来承受 对 你用这样的手段来治理校车 导致黑车没了 学生靠什么上学 不行 就你说了 我们想过一些更有效的办法没有 这是我们今天面对这个事件应该做出的最深层次的一个反思路 在这次事件发生了之后 相关的处理速度也非常的快 目前 湖南 横南县的校车坠河事故的相关责任人当地教育局的局长王立 学校的校长陈绍华等六人被免职 每个遇难学生的家属获得了18万8千元的补偿 同时肇事司机陈宁熙已经被警方以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 为此他可能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当我们在反思这个事件的时候 就不得不提一下去年发生在西安的一个极其类似的事件 五点多了 我们等到五点多了 还没有来 最后打电话说是中暑了 刘女士和家人急忙赶到医院 可是女儿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们到医院一看 妈都僵硬了 都不行了 才一天不见的孩子怎么就出事了呢 事情发生后 韩瀚所在的幼儿园校车司机朱雷 被当地警方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刑事拘留 当天早上 韩瀚就是坐着由他驾驶的校车 离开家去上幼儿园的 那个当天接送这个孩子的经过是什么样子的 我当天是 学孩子是八点拉公马去接孩子 接孩子 接到他那个地方 他妈说是家教 孩子有的脑子坐在前面嘛 韩瀚所上的幼儿园校旨就在西安市一个家属院内 司机说 校车开到幼儿园后 他将车停在了距离幼儿园十米远的一片空地上 下了车以后呢 我就转到车后边去 我就到中门 孩子就要从门上下来嘛 我就从门上到那去 等我过去的时候 老师已经把门都已经关上了 把中门已经关上了 我想这孩子这时候可能就下了 我把门一锁 在你锁车的时候 那个老师呢 老师的孩子呢 老师就是在那时候带着孩子 就是慢慢的已经开着上那边走 上院的那边走 朱雷说 下车后 见到随车老师带着孩子们 都离开了校车了 于是 他就锁上车门也走了 有没有在看下车里还有没有孩子 当时 肯定没看嘛 要看就不会发生这现象 就这样 韩汉被锁在了校车内 整整锁了一天 而当天 正赶上西安市最热的一天 当天呢 就是气温 那个天气比较晴了 这个呢 是我们那个 我们先自动观察站的 当天的主持记录 这个从这张表上看 就是当天的最高气温是37.9度 最低气温是29.6度 而日平均气温呢 达到了33.6度 这个日平均气温呢 就是在今年来说是 应该算是达到的极值 另外呢 就是他当天的平均相对湿度 也达到了71% 这种天呢 就是我们形象的 或者俗称的那种桑拿天 也就是说是非常闷热的 下午4点多 幼儿园放学时 司机再次打开车门 这才发现韩汉还在车内 当我们结诊医生的话 就检查了孩子 发现孩子已经没有死命起针了 医生初步诊断认为 韩汉在当天高温的空气下 被遗忘在封闭的校车内 7个多小时 导致窒息死亡 韩汉所乘坐的校车 司机是由园长兼任的 而西安市教育局规定 幼儿园校车的司机 应该是专职司机担任 咱们要求司机 就是必须是专职司机 但是这个幼儿园 他是远长接司机 这也是一个违规行为 而记者在猪雷的驾驶本上发现 虽然他有合法的驾驶证 但也只是能够驾驶小轿车 而不能驾驶14座的面包车 按照西安市教育局规定 接送孩子的校车上 必须要有一到两名 专门的教师跟车 同时还要有严格的 学生人数核查制度 如果这点做到了 意外也是可以避免的 校车老师的手里 没有一个名单的 就是哪个孩子要坐车 打个工 或者哪个孩子不来打个车 有这个吗 礼拜六没有 礼拜一到礼拜五呢 礼拜五不再说了吗 我们会到马上就点名吗 到班上点名 在校车上就不点 园长朱雷说 他们幼儿园没有上下校车 点名统计的制度 只是在孩子们到班上后 才统计到校情况 那么当天随车的老师下车时 为什么没有将韩汉接下车呢 事发后 该老师也被当地的警方行驶拘留 于是记者找到了警方 意外的是 我们没有见到当时老师 他提供了一些医学证明 是患有这个癫痫 按照这个积压这个程序来说 癫痫是不适合积压的 他就对这些积压人望 但作为幼儿教的老师 如果他有某些疾病 比如说癫痫 是不是适合做幼儿教的老师呢 那肯定是不适合的 据了解 当天随车的老师只有21岁 刚刚应聘试用三天 因为有癫痫病 被警方刑事拘留后 又被取保候审了 还没有看到幼儿教资格证书 就被应聘上岗了 就这样 一位不合格的老师 跟着一位不专业的校车司机上路了 出事那天 车上有八个孩子 韩寒是倒数第二个上车的 但是十多分钟后 只有两岁半的他 却被遗忘在了校车副驾驶的位子上 校车安全事故频发让人很痛心 其实我们国家早在2010年的2月20号 国家的标准委员会就公布了我国首部 叫做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和校车标志强制性国标 并且从去年7月份开始正式实施 里面的内容就包括说每个孩子都要有一个座位 要有安全带 车上还要有黑匣子 目前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已经开始按照这个标准 生产制造和运行接送中小学的校车了 那么标准的校车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现在看一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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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画面在美国很多的影视剧当中 我们都见到 校车是美国的中小学生出门上学 必须乘坐的交通工具 那么美国对于校车的管理方法 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呢 在这两个车架滑轨之间的油箱 有很厚的钢板来保护 如果有东西撞到这个钢板 油箱的油不会移除 不会叫火和爆炸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 在校车的设计过程中 底盘是远离地面的 比一般的车要高 所以如果后面的车撞到校车 它首先撞到的是这个坚硬的保险杠 撞击程度是很强的 对后面这辆车的损害更大 美国学生运输协会负责人迈克向我们介绍 美国校车的设计 制造都有特别的标准 比如底盘要高 保险杠要比一般的车坚固 此外特别设计了一条逃生的通道 孩子们下车 校车停住后 这个过路闸门就打开 孩子们在路边等候 校车司机给他们一个手势 孩子们从闸门前面走过 这样校车司机就能看见孩子们过马路的全过程 然后闸门再收回 孩子们听着 你们现在要做的是把个人物品都留在车上 就好像真的开上了车祸 需要大家紧急撤离 好了 雅各布 麦克斯 你们俩当我的助手好吗 我会先下去 我的助手跟在我的后面 一次下一个人 每个人都先坐下 然后滑出去 谁也不许从车上往下跳 美国的孩子自从上幼儿园开始 就以各种方式接受培训 学会如何安全乘坐校车 如何在各种突发情况下更好地保护自己 校车的国标是好事 但是现在有问题 运营资质 运营方式 是不是现在我们还不太健全 运营资质 我觉得我们国家也有规定 要经过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两方的核准 才有可能经营校车 首先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制度的缺陷 比如说那标准 那标准可是高标准严要求 非常高的标准 美国标准 黄色小车标准 但是这标准 谁花钱 怎么花钱 这个是问题 按在什么样的学校使用 怎么使用 在使用的过程中 谁来监管 监管不到位 如何问责 出了事故 依据什么样的法条 进行处分 目前这配套的措施 正是我们需要向美国借减的 没钱 我相信刚才出再严格的标准 出台再严格的执法 怎么对学生进行再科学的培训 都不能解决我们现在这种巨大的需求上的矛盾 一个运转顺畅的良性的校车提供系统 应该是政府买单 对吧 教育主管部门干嘛 教育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要负责监管 日常化 而不是运动化 您刚才说到了政府是要买单的 相关的部门是要监管的 学校干嘛 学校是责任主体 现在我们根据那个国标已经明确了学校是这个校车的主要责任主体 你平时要负责它的维护运行以及保障孩子的基本安全 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湖南校车的案件 在这个案件背后我们看到校车的运行绝不仅仅是上路那么简单 如果要给孩子们提供安全的校车 首先要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作为它的后盾 校车应该是让孩子们坐着安心 让家长把孩子们送上去的时候 放心的交通工具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石老师参与先生讨论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专业二台》接下来的节目 明年见